台湾组建无人机战队,腾云号即将量产 乌俄战争让世界看到了无人机在实战中的作用 于是台湾打算借鉴无人机的应用经验,发展无人机不对称战力 台湾防务部门与中科院在2月7日宣布打造无人机战队 在2023年7月交付3000架军用商规无人机的原型机 2024年实现量产,并公布了台湾目前的无人机机型 其中最有看点的就是性能最先进,续航能力最强的腾云大型无人机 目前腾云无人机正在进行实战测试,已经准备量产 问题来了,腾云无人机量产之后会用于什么地方 台湾计划接收的3000架无人机能实现吗 根据中科院的说法,台湾目前已经列装了红雀2V型无人机 锐渊1型无人机,陆军战术进程无人机 以及剑响反辐射攻击无人机四种型号 正在研发中的则有腾云大型无人机 锐渊2型无人机,红雀3型无人机与巡飞弹 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腾云 火力军不得不说,腾云实在是太吊人胃口了 为了侦查台海附近的军事情况 中科院提出了长征计划 在2009年到2013年研制大型无人机 而腾云无人机最早是在2015年的台北航天展亮相 这个时期的腾云还只是侦查信号 只能在空中监视侦查电子干扰 气象观测及通信中继等功能 主翼下方加挂两具救生夹舱 用来投放救援物资 只是长征计划发展的腾云无人机无法满足空军的需求 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能看出来 无人机的主要作用不只是在战场实时侦查和图像拍摄 也可以用于携带导弹进行对地攻击 比如压制地面上的雷达设备 或者进行斩首行动等 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 美国的捕食者无人机都是如此 于是中科院在2018年到2021年执行腾云专案 研制攻击型无人机 二代腾云与之前完全不同 外形跟美国的MQ-9死神差不多 发动机同样是TPE331型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比侦搜型无人机的推力大数倍 可以挂在更多的设备执行任务 不过换发动机也就意味着更换布局 中科院修改了上发动机进气口和机翼 并按照空军需求增加了远距导航和自动降落等功能 二代腾云一号机在2019年的时候 在台北航太展中亮相 可惜台湾空军还是认为无法满足作战需求 于是中科院在一号机的原型上 发展出二代腾云二号机 相比较一号机 二号机的起落架更壮 背上的天线数量与构型都有所改变 性能也上了一个台阶 制空24小时 导控半径大于1100公里 这算是腾云无人机的最终型号 属于中高空长航时多载荷的大型全副材无人机 具备自主起降 多机操控 联网导控和实时影像传输功能 可日夜间执行情搜监真任务 提供远距及时监真情资 还能挂载机炮 导弹等武器 除了侦察功能之外 中科院也打算给腾云无人机加上电子干扰能力 比如在后方加装侦搜天线与干扰设备 称为电战机 干扰敌方雷达掩护战机攻击敌人阵地 乌俄战争爆发之后 台湾便加快了腾云无人机的测试 去年5月首次出海测试 飞行时间为3小时 随后开始测试5小时 7小时即夜间飞行训练 到去年6月 腾云无人机已经可以连续飞行10小时 并且绕行台湾防空识别区一圈 已经具备中远程监真能力 航程可以涵盖台湾周边海域 目前正在进行实战测试即将量产 至于未来的量产数量则未列入机密 火力军估计会采购12到20架腾云无人机 与美国的MQ-9B组成高低下搭配 长时间监视台海周围的海域 并且以空军花莲基地为驻扎地 与MQ-9B一同编入空军第12战术侦察机中队 当然了 就测试结果以及台湾目前的情况来看 腾云无人机量产的问题不大 问题是那3000架无人机组成的机队 按照台湾的计划 2023年以军民合作的形式 接收3000架军用商规无人机 包括舰载尖真无人机 录用尖真无人机 木货型无人机 尖真型无人机 与微型无人机等 在8月前完成原型设计 在验收后将进行批量采购 其次增加导弹生产 中科院目前有16条导弹生产线 去年的导弹总产量差不多800枚 预估今明两年达到产能高峰 年产1000枚导弹 目前量产导弹包括 舰响无人攻击载具 万箭弹 雄生导弹 天空三型防空导弹 陆射型与箭射型箭二 增程型空射箭二导弹 雄三及增程雄三反箭导弹等 导弹问题不大 在发展无人机之前 台湾军事的重点就是防空导弹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发展无人机也能加快导弹的 迭代速度以及产量 毕竟无人机技术 就是巡航导弹技术的基础 无人机在飞行控制 地形识别 卫星导航等方面的技术 可以直接用于巡航导弹 比如以色列在1988年研制的 戴利拉式巡航导弹 使用的技术几乎全部来自 上世纪70年代 从美国购买的鞍唇式无人机 扯得有点远了 我们言归正传 制造3000架无人机不难 问题是能不能达到军用的标准 虽说台湾研制的无人机种类很多 但我们必须要承认 台湾在无人机领域 技术储备比较薄弱 大部分核心设备需要进口 而且整合能力也相对落后 台湾的无人机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 与台湾的大多数军事装备一样 这个无人机计划 是从向外采购开始的 打算购买一种航程员 基载设备先进的机种 不过由于无人机是敏感军事装备 外购无人机受到限制 一直未能如愿 于是台湾军方下令 由中科院开始无人机的研制工作 1995年 中科院完成了第一架自制无人机天榫 次年开始了中翔系列无人机发展计划 只是这些无人机都没有装备部队 但为台湾的无人机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之后开始发展中翔二无人机的研制 也就是瑞渊项目 在这个时期的台湾无人机 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 但还不够 毕竟台陆海空三军都需要无人机 不仅需要侦察无人机 还需要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无人机 所以台湾之前一直跟美国 法国和以色列商量 打算买几架捕食者哈比 但一直被拒绝 于是中科院以哈比无人机为蓝本 研制自杀式无人攻击机 也就是现在的剑翔 还有中科院正在研制的瑞渊2 就是从单纯的侦察型无人机 升级为可携带火箭弹发射器等攻击装备 按照台军的说法 它比土耳其制的TBR更先进 不过研制经验有 但制造方面有限 台湾无人机的种类还可以 但是无人机的坠毁事故比较多 只有无人机应用产业 却没有技术基底 很难结合现在的作战运用实况 比如2010年 台湾陆军采购8套 共32架瑞渊无人机 接收的第一批4架全部坠毁 结果推迟到2013年才正式服役 自服役以来 至少11架瑞渊1无人机 因不同原因坠毁 另一种红雀2V型无人机 同样事故不断 红雀2机是中科院参考美军 RQ11度压发展的单兵手持式 迷你无人机 台湾海军陆战队总共装备了 30架红雀2 结果2017年就有3架坠毁 按照军队使用的反馈 红雀2的故障率很高 而且只能在300米以下高度 才能侦察拍照 非常容易遭到对手反制 实际使用率很低 至于陆军战术进程无人机和舰翔 才刚开始量产 装备数量很少 也没法评价 按理来说 台湾自产的无人机 不会出现维护不足的问题 坠毁事故多 只能说明无人机的部分零组件 还不够可靠 台军无人机部队目前的状况 大概可以用先天不良 后天又失调来形容 所以 为解决无人机战力不足 台湾军方打算与民用无人机企业合作 不过这能解决问题吗 火力军不否认 民用无人机也能发展作用 乌俄战争中 消费级无人机和民用无人机都有战绩 所以台湾想采购军用商规无人机也没问题 只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军用商规无人机虽然构造简易 生产没有问题 但可靠性说不准 去年的时候 台湾民间厂商认为 防御无人机技术不难 主动要求承担研制任务 但台军在小金门进行的实际测试中 各家民间厂商研发的装备 无一家系统能通过测试 台湾民间公司研制的无人机预警系统有点差 因为海上杂波影响比较多 从海面30米高度接近的小型无人机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一直到威胁目标飞行高度提高到70米 才有部分厂商系统能够发现目标 总的来说台湾电子产业发达 在批量建造无人机方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 但岛内无人机产业的相关技术积累相对薄弱 整体水平尚有很大不足 不过对于台湾来说 培养民营企业的技术发展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美国土耳其的无人机之所以强 不只是因为技术储备多 还有国内民营企业百花齐放 存在竞争的原因 而台湾则是中科院包厂 从软件系统到硬件 都是自行架构研发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台湾无人机的发展 研发周期实在是太长了 你看美国研发无人机周期 顶多两三年 这是美国各大厂商竞争的结果 美国采购无人机只需要军队提议一下 洛马 通用 克里托斯 宇航环境等公司 就拿着自己的方案过来了 美国挑一个比较好的就行 土耳其也是如此 民营的拜卡与土耳其航太竞争 谁行谁上 不行还有备胎 在这种情况下 两国技术迭代更新的速度 以及无人机的研发周期 那就要一个快 生怕别人追上来 但台湾没有 研发工作都是交给中科院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研发无人机的周期较长 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储备有限 另一个原因就是任务太多了 毕竟中科院的精力有限 总不能导弹无人机等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中科院 不过去年台湾新成立了一个亚洲无人机研发中心 如果运行正常的话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一部分 但是如果要加上民营企业制造3000架军用商规的无人机难度很大 必须是军队民营企业一起努力 甚至是技术分享 当然如果这3000架无人机能成 那么台湾之后的无人机发展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不说超过美国也能和土耳其掰掰手腕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台湾3000架无人机的计划能成功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没关机 没关机 不不法